好 同學來看一下這一題 他問說海洋地殼在中央級復健年齡分布應該是什麼樣子 來 同學對這題一定要非常清楚 ok 一定要非常清楚 因為這是非常喜歡考的一個題目 不管是在學測還是在斷考都很重要 ok 所以你寫錯的話 這題記得給他猩猩 來 首先要對中央級有個認識 中央級是一個連續的延綿的非常長的一種什麼 帶狀火山 它是一個火山口 那我就簡單畫一下 那這個火山口有什麼特色呢 除了中間這一條線 被我畫這條直線會噴出岩漿以外呢 還有什麼特色 它兩側的地殼呢 因為它是板塊交界帶 它兩側這邊的地殼會怎樣 會往兩側延伸對吧 會往不同的方向去延伸 因為中央級的兩側屬於什麼交界 張列型板塊交界 所以右側這邊呢會往右延伸 左側這邊呢會往左延伸 導致呢 怎麼樣 它的兩側的東西呢 因為噴出中間噴出來是新的岩漿嘛 導致兩側東西會怎樣 對稱性的去分布 記得吧 對稱性分布 不論是什麼 不論是磁場的紀錄啊 或者是成績屋的狀況啊 全部都是兩側對稱分布 而且 而且中間這裡噴出了岩漿 冷卻之後形成什麼 新的海洋地殼 所以根據我們學過的概念喔 我們在越中間這裡呢 應該是越年輕的海洋地殼 OK嗎 越往兩側的海洋地殼會越老 對吧 因為中間是噴出岩漿的地方 新的岩漿冷卻 就會變成新地殼 對吧 越往兩側年齡越老 所以符合這個規則的呢 很明顯就有個答案 要兩側對稱喔 越中間越年輕 我想我們應該可以選誰 我們應該可以選豬這個選項對不對 越往兩側 越老 越中間越年輕 這樣同學這題OK嗎